在台湾,秋天少有秋高气爽的时候,反而比较尝试热雨干燥。 中医认为,秋天的灶热之气亦伤肺,尤其不利过敏体质的民众。 以中医五脏养生观念来看,秋季养生保健的重点就是养肺。 秋天是养肺的季节,秋天的天气干燥,所以容易损伤肺气。 秋天一咳嗽,鼻子过敏,要如何预防或减轻症状,可以从食疗着手。 而滋润或吸道的养肺食材,中医师王精灵建议,可以煮养生甜汤当典型。 那我们就是经由这样熬煮的方式呢,那白木耳有天然的植物燕窝之称,还有就是像这个百合啦,莲子啦,它都会润肺,固心脏。 那这样子的食疗方式煮起来啊,满满的一锅胶原蛋白,然后让我们皮肤就是非常水嫩,然后也可以预防因为肝痒而造成的咳嗽这样子。 王精灵也建议,用新鲜的山药还有莲藕来煮汤,对皮肤或气管都有帮助。 另外以喉咙干痒的民众可以用冰糖顿水泥,也有保养的效果。 此外,中医师提醒,秋天怕气管呼吸道不适,应避免吃寒心的瓜类,油炸食物及冷饮,才是养生之道。 评论新闻,张如意,刘建荣采访报道。